拜拜 那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下首歌大家非常之熟悉 让我们发迎 马飞 许骏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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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期待他们俩的 大家好 我是马飞 然后大家好 我是许骏 我们是许多马 许多马 许多马 这个梗真的好垮 这个其实是有针对性的 因为万总跟调哥他们是 万马奔腾 我们许多马 可能就是比一半匹再多一匹 被抛弃了 还劲劲的 还劲劲的 耿耿于怀 就是 因为其实许骏也是 跟我同样的情况 被两个破碎的心灵 我们就拥抱到了一起 我就选马条吧 那我还选择叶培吧 行吗 那我就撤了 我出门我就哭 还得撤两分 我们俩其实是破碎的家庭重组嘛 但是就剩两首歌了 对 然后其中一首是这个父亲 这个父亲其实我最早三首歌里边 想选的一首 我也是 我觉得通过这首歌也把我一些内心的情绪 给放大 给比较大 嗯 我还是想改这个 改一点 改嘛 改嘛 我觉得要大改 因为这歌太 太熟了 大家 我觉得你不要弹键盘 我们都弹吉他或者弹别的 行 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把他 那个速歌打散一点 空再拉得开一点 哦 帅 我觉得咱俩再快应该没啥问题 没问题 就准备 其实能轮到咱俩的一块大班 我觉得还蛮期待的 是啊 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还管他一样 我们刚才就是塔安拿手机录了一个 你听一下就是前面双吉他那种配置 交织那个旋律线特别美 是如果我们决定用某一种方式 就要去跟欢景老师聊 重新换另外一种气味了 因为现在这个编曲我觉得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觉得就是 前面还是把那个 就是迷幼属性一定得保留 这个真的 因为我不想放弃这个东西 但是我说实话 那段在我看来真可有可无 因为他没有任何出彩 因为他的音没有记忆 我不能放弃掉那个 迷幼属性 如果完全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形态的话 我觉得我也没必要来这个节目了 那随便吧 我觉得说实话 我们还没有达到有默契的程度 这个很正常 因为默契是要时间来堆砌的 我们时间太短了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 没有要跟你对峙 在我理解里 明瑶不是只有目击他 对 其实这首歌可以听听 欢景老师吗 可以 我觉得可以听听 我跟你说一个感受 因为马飞比较坚持 他想要目击他前面那种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合作在门 我得考虑对方嘛 对吧 因为刚才我俩已经有点急眼了 聊了 反正我说的话也挺狠的 反正 两个都是比较强硬的个人风格 然后你们俩又碰到了一首 那首歌自己本身又是一个风格 你觉得那个阿卡贝拉靠谱吗 这个是很合理的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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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要表达对父亲的爱 和诉说 我们就不如让这个东西更加赤裸 不要穿任何的衣服 就用阿卡贝拉 飞哥 我觉得这首歌按照之前那个编曲 怎么玩都不行 我们要不跳脱出来吧 我们俩只唱 什么都别弹 用阿卡贝拉 用各种人声 你听要我发音这首歌 我觉得不管淘汰与否吧 最重要的是留下一个好的舞台 可以 明天咱们到台上试一下 OK 好 来 谢谢啊 三 二 一 走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尺眼底 多想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手掌 问一下黄姐 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 那个劲儿是对的 我觉得这件事比什么都牛 所以现在这个处理方法一定是很棒的 但是一定要肯定 很棒 一定要肯定 就特别肯定 挺棒的 核弹啊这是 你也不要 还是能打动我 就是到最后 尤其我其实会回忆好多 我跟我爸的事 因为前半那个是很肃穆的一种感觉 很庄严 就那个前半那块我特喜欢 许军然后黄姐老师也建议 把那个东西 对 换成别的方式 特别喜欢 所以一听马上 就是那个是最简单有效 而且很快能进入到 那个情境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我俩都其实还比较 可以坦诚面对自己相对真诚的人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因为既然合作 我们彼此都有碰撞 但那天我们给你发了那个微信 我们再说一下 嗯 我说 那就这样吧 没有不是急了 或者是没有 反正就是你 因为你了解我了 就觉得我 我是一个外表 比较多次的人 但其实我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些意思 一边挂 你看能调不 他背上就是这样 这次改变最大的不同 是视角的不同 之前的原曲是从儿子的这个视角来 这次我们是两个视角 许君是从儿子的视角 我是从父亲的视角来 共同完成这首歌 你是不是成功晋级了 对我第一轮成功晋级了 对我第一轮成功晋级了 如果没有晋级的话我就可以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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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中心里 美國人 我 因为 我也不想 他 你想让我进去吧 对我 我想让我进去吧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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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怎么回家 回家 你回家 不好意思 你回家什么时候 回家 就那个节目的办法 我只来到一个多月了 我只来到你的心情 大方也希望 你继续能力上来 你能能力上来 我下一场唱那个父亲 父亲 就是 我小时候 是不是你小时候 我给你吃个银 总是想你送去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 才懂的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 总是装作 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多想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手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拖尽风收去安康 时光 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意温暖手掌 我愿用我一切 换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心 收下吧 我愿意温暖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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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心 收下吧 谢谢你给的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写进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骄傲吗 爱在为我而担心吗 你牵挂的孩子啊 长大啊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由我一切 还你岁月长流 我是你的骄傲吗 爱在为我而担心吗 你牵挂的孩子啊 长大了 我愿意担心 我愿意回答你 好重 cons 其实整个他们俩的表演 特别打动我的 一个是那个前面的那个采样 还有一个就是脱离节奏之后的 那一段呐喊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抓到我的 他们的声音就是一个低巴 一个高巴 完成得特别好 许军人现场唱得太棒了 声音一拉起来满满的 乐队 特别给劲 我做的上面看得特别过瘾 这首歌其实也是按照 自己的这个情绪又进行了调整和改变 因为这个这首歌 其实我觉得是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时光时光慢些吧 其实他在讲那个时间的能量吧 所以时间是这样 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一秒一秒这样过去 父亲就变老了 然后儿子也就就长大了 就觉得很很奇妙 因为我们要做改变嘛 然后我就想 就是能不能提炼一个元素 声音元素啊 就是前面其实大家可以听到那个 苗枝的那个大大那个声音 这个又是特别吻合 所以我就跟徐晋商量 就把这个声音元素加进去 时间的一个效果 一直贯穿在前半段 就是刚好跟歌词的那个时间 能够呼应得很好 我觉得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一种层次吧 嗯 因为这个元曲它就比较传统嘛 就是可能也比较煽情 然后我们就想把它做得更厚重一些 因为中国人的爱都是不太言语表的 然后就跟黄文静老师商量 所以前面就可能更加赤裸一些 用阿卡贝拉 所以飞哥我好奇 在整个开始之前那段是录音是吗 如果没有期待的话 我就可以回来 你想要新机会吗 你想要新机会吗 我不想要新机会吗 对 我给我儿子打那个视频电话呢 然后他们在旁边就是可能拍下来了 这样 是还挺巧妙还挺打动人的 后面那段是和您和您父亲吗 我 是你 我的家乡画 你的家乡画 我想回家 你回家什么时候不能回家 就那个前卖吧 我只来到一个多月了 我知道你这些有心 大方也希望你去努力 你跟什么都这样 是 好像我们在外面录比赛也是 就是爸妈特别心疼自己在外面辛苦 然后又希望孩子能录下去 父亲就是羞于表达情感的那个 很爱你的那个人吧 他会关心你 但是他不会直接这么说 我爸时常会跟我说我是他的骄傲真的 他说我一个没有学过音乐的人自己十七岁离开家闯闯到现在这样真的还可以了对被人担心的 别人认可 真的他就会跟他的同事街坊就说你看我啊就在这在那 我就觉得那一刹那 我会为我获得这些荣誉高兴的不是为我 可是我觉得我爸高兴了对 我想跟我爸说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养活自己 然后把自己照顾的还不错 我也希望你就健康了 对好那我也来一群 爸我现在能吃上饭了 都管我能吃上 我二点能吃上饭了 我觉得他们俩是真的是两个类型的人 喜欢什么样的旋律其实跟他的情感是特别有关系的 你可以认为他那条旋律线就是他的情感线 其实马菲是那种嗨点低的人 不是他没情感 是说他给一点点他就已经有了 但是许君完全是要拉满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个情感非常浓烈的人 我看到的是两个人性格的不同 在这个歌里的那个表述方式 你们俩表达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我很喜欢 而且我也感觉你俩性格不大同 所以说你俩配合的时候会还顺利吗 我觉得还你说还顺利 现商量 破碎的心灵拥抱到一起以后 把你扎得慌 这一切没有想象那么糟 谁 我老豆腐哥 木座的门叫木门 铁座的门叫铁门 通往幸福的门叫 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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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土味 土味情话 如果让你对着健康和你儿子说一句话 你想说什么 我是你的骄傲吗 我是你的骄傲吗 你是不是有点怕了我 这个他逗笑你了吗 确实比较勉强 所以他在逗我的时候我也就演演戏笑一笑 但现在感觉很好 其实我们已经相处得很好了 所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 这次参加这个节目 还让我变得更开阔了 就是 之前就是认为形式上那些东西 我们必须用原声乐器 必须用木吉他 才算是民谣 其实刚才球子他们前面放的那个 他们在拍那些普通人 然后问他们那些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民谣 这就是民谣星 特别棒 说的 这上面叫朋友们聊聊 我是听过这个原版 今天的现场让我大吃一惊 就是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气质 马飞那个背带掉的一瞬间 我把心紧了一下 没想到你扣上了 这就对了 特别酷 非常非常酷 这就是一种态度 就是在台上和台下我是一样的 我不令这些东西 对 出错了 我所谓的 对 我觉得今天是 这首歌对我的生态是最大最大的 最令我感到就是 无论是力量感还是它的整场颠配都是最完美的 谢谢你们俩 谢谢这条歌 谢谢这条歌 这条歌 还有咱俩想聊的吗 没有了 没有 那赶紧走 留 刘 你们好吗 好 好 我们下次再见